发现我身后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抽空把我的墙纸又重新贴了一遍 当然就只是我这个工作区域内的一个背景墙纸 就之前那个纯白色的墙纸真的是太苍白了 而且我桌上真的是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这次呢我就重新把它收纳整理了一遍 先来上底妆 今天用的是粉霜 这款粉霜真的太水润了 刚一打开就全部滴在我的裤子上 用粉底刷来 怎么那么白 我都不怎么用这个粉底刷来上妆 感觉不会操作 先用刷子把它刷开吧 今天这个底妆好像有点太白了 但是今天这个妆容就是要非常通透 非常白皙的感觉 所以我还是选择了这一款底妆 妈呀 感觉自己要翻车 用这个定妆喷 往这个美妆蛋上喷上一点 这样会更加保湿 其实现实中我的底妆还可以 就没有那么白 可能今天的光线太好了 就显得我整个脸真的好白 白到有点假 但其实现实中还是挺自然的 这次我把这个整理我的工作台面的一个过程都记录下来了 拍成了一个vlog 到时候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 抹开之后还可以吧 我这边抱着个痘 新贴的墙纸感觉比之前那个要吸光一点 就没有那么反光 所以呢这个光线就感觉特别的透亮 哇 还是有一点肋勾 用最亮的一个偏白的遮瑕 越少越好 就它会越附贴一些 要直接填充这条肋勾就好了 今天整个底妆都非常非常轻薄 就是要营造出那种通透水润的感觉 就把眼部下面还有法灵纹这些反光的区域把它定一下 让它变成哑光的 眼部下面还是要把它弄成哑光 还有鼻翼两侧这里 这两个地方不去定妆的话 到时候一脱妆就完蛋了 还是用这盘 这盘修容已经变成我的新宠了 来刷一点侧影 因为今天会点那种非常水亮透亮的高光 所以侧边也刷一点阴影 这样对比会更加强烈一些 看这边苹果机上的高光超好看 这就是底妆透出来自然的那种高光 就非常的水润 下面刷一下阴影就马上脸就瘦了 就这里一定要衔接上不然的话会很奇怪 就这里突然断会很奇怪 今天就打这样一个非常自然的侧影 鼻翼来修一下 重点来扫一下这转折的地方 就这一个角把它扫下 然后再修一下鼻头 先来上腮红 腮红是今天的重点之一 今天用到的是一个腮红膏 这个颜色是一个巧克力熔岩 其实它里面就是一个偏梅子色的腮红 我也是很少会用腮红膏 但它上脸的话还是挺自然的 我觉得腮红膏的话要比那种腮红液要好用 腮红液如果太水的话容易把底妆给蹭掉 然后用海绵的蛋把它铺开 腮红膏用来化那种冻伤妆或者晒伤妆会很好用 因为它能打造出那种非常斑驳 就是很自然那种被晒伤被冻伤那种感觉 我今天呢也会带到一点点眼下就眼角下面 那它不是那么的均匀 下巴也来了一点 超自然有没有 哇好奶油啊 今天底妆就感觉是那种草莓牛奶 好接着来画眉毛 先来刷一下 今天眉毛也是来画一个偏浅色的 我头发又掉色了 掉成那种棕色系的 我打算再染个新的发色 或者是不染可以 这个颜色还挺均匀的 今天画个偏平一点点的眉心 我这个眉毛还没有长好 气死我了 然后画一个自然一点的眉峰出来 就是一个小三角的眉峰 稍微秒一点 因为今天用的这个眉笔还是比较浅 是一个浅棕色 然后用这个液体的眉笔 这支眉笔我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它还有墨水 好神奇啊 这支是爱丽小屋的 好像是我刚做视频那会就买了 再画一下我的眉尾 再用浅棕色的染眉膏 再均匀一下眉色 现在是眼影部分 今天眼影非常非常的简单 就一个颜色 也就是用腮红来打造 就直接用手抹上去 把它拍开 这个腮红拿来刀眼影就会很好看 最后剩下的腮红来抹一下眼皮下面 然后呢就是把睫毛夹翘 用耳朵桃的这一支 从睫毛底端开始刷 从底刷到头就好了 慢慢的刷上去 这样纤维能拉得更长一点 像这边拎在一起了 就用这种眉刷 或者是那种小刷子去把它给敷开就好 第二边再来刷这个顶端 就直接刷最前面的地方就好了 这样睫毛就会很长 然后再把下面的下睫毛刷一下 整个妆容已经进行到70%了 接下来是高光 超级可爱的高光 然后里面呢是这样的 好少女的高光 特别闪 但是她这个高光是那种非常水润 就是那种很细的小烛光 再来加下这些水光的感觉 这是灯泡吗 直接叠加在 就是底妆 泛出来自然的高光的地方 这样透出来光 就更加的自然一些 眉骨这里 把它连到这个眼影的地方 就把这里的高光面积 扫着稍微大一点 这里也有 就下面的眼影连一下 然后人中这里也涂一点 下巴这里肯定要加一点 用粉饼或者是象牙白的眼影 把这里给涂一下 让它变成牙光 不然眼尾这眼角的地方 泛出来那种油光 会觉得整个眼妆会非常油腻 你要是用这个小号的圆柱笔 来提亮一下眼头 稍微提亮一下它 今天这个妆容还是非常细腻的 这个来加一点 让它整一个透的那种水光的感觉 真的好像寒细的那种水光肌啊这样 但是呢 整体来看又不会很油腻 最后是唇妆 今天会用到两个产品 先来涂这一支 这支颜色非常好看 很适合秋冬去涂 先来涂这一支 这个颜色日常去涂真的很好看 特别像今天这种裸妆 非常奶油的妆容 然后呢就是今天妆容的重点 也就是这一支透明的唇釉 它这个刷子设计还挺特别的 它是这样一个硅胶的小舌头一样的刷子 它里面是带那种小曙光的小细闪 这种水光的质地真的太好看了 哇 它有一股薄荷的那种味道 它挺清新的 而且有点醒脑 哇 叠加这个颜色真的绝了 然后呢我还会用这一支来叠加一下 今天的眼妆 就让它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这些涂上去 这种湿漉的眼妆我已经想尝试很久了 今天终于实现 把它刷它稍微出去 哇 绝了 哇 绝了 把它周围给晕染一下 而且特别神奇的是 这个唇又上上去 应该是唇蜜吧 上到眼睛上面之后 一点都不黏蜜 嘴巴也一样 它好像会形成那种唇膜 哇 哇塞 好好看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 用那么少的产品来画整个妆容 然后也是第一次来画那么淡的妆容 好像还挺成功的 至少没有翻车 现在我去换个造型 过来 请大家分享